选战倒数12天 各候选人全力冲刺 新竹县议员候选人郑玉云争取连任 在琼琳湘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来了上千人造势拉台 郑玉云叙述四年来争取特色公园 改善幼儿园等 未来要推动健康促进和科技教育 社区妈妈活力舞蹈 以及太古班带来气势磅礴的精彩表演 正是总卿会会长郑永棠授与战棋 给争取连任的新竹县议员候选人郑玉云 在琼琳湘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涌入了上千人来历听 玉云在过去四年 其实在宪政方面 独促了县政府 成立了青年咨询委员会 然后临机预算的这个方向也有去做 那琼琳湘的部分 也争取到了台三县的这个 柏油路的铺设 还有就是人行道的改善 最重要的还有三个特色公园的 这个争取而且都已经开幕 大家都已经开放进来使用了 所以它很多的部分 不止还有文化 教育 产业 农业 它每个部分 每个区块 今天又有科技的部分 它又把它结合起来 所以亦云仅仅动力 动力 动力 所以专心 用心 贴心 送上粽子象征高票冻算 郑永表示单任议员四年来 争取到三座特色公园 丘陵水岸景观大道 幼儿园改善 及卫生所签建等 未来要在周全基础建设 输解塞车 保障公共运输 推动健康促进 科技教育等 让琼琳再升级 未来四年呢 我想要走比较软体的部分 除了持续的宪政的监督之外呢 琼琳湘部分我想要拉进这个健康促进 还有对于丛林乡教育的这个相关科技教育 还有其他部分教育方面的提升 也是我未来四年想要做的事情 成立大会上也将健康促进 和教育提升的证件具体呈现 摆上身体组成分析液 让民众当场量刺体脂肪等 把关自我健康 也有科学教学团队带领小朋友 坐磁力滑板车 进总成立高人气 要拉抬绅士 丽萍连任 我们的冲份 在婚众进行餐 我们的冲份 已经受不了 我们的冲份 我们的冲份 我们说 我们在婚众 我们用电门 我们扶行